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湖南长沙的员工 比亚迪的员工在抗议 好像是比亚迪受到了特斯拉的挤压 然后大量裁员受不了啊 前两天是武汉 前两天是武汉这个退休工人 退休金被打了折扣了 医保被打了折扣了 武汉人民在上街游行 反正现在这个烂七八糟的事啊 这个苦日子都来了 我看到一个很好的铁桌 我给大家念念啊 就是钱都去了哪里 这个是一个值得中国的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党委书记来回答一下 说最近几十年啊 老百姓省吃俭用 没日没夜加班 拼命干活最后混了个全民负债 光是房贷就欠了五十多万亿 那这大概是全国的总 五十多万亿的房贷 老百姓买了那么多房子 房地产企业老总 应该赚到钱了吧 结果是房地产企业也欠了三十多万亿 这房地产企业也没赚到钱 他们说是成本太高了 盖房子拿地价太高了 地方政府卖地把钱都拿走了 哎 我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啊 结果呢 地方政府也欠债 而且还欠了一百多万亿 地方政府欠债一百多万亿啊 他卖了这么多的地 这地都是共产党抢来的啊 很多地方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然后呢 大家都说钱肯定是都被银行赚走了吧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中国银行负债七十多万亿 工商银行负债二十三万亿 建设银行负债二十万亿 农业银行负债十九万亿 光是司法国有银行就欠了一百三十多万亿 这老百姓潜在 开发商欠债 政府欠债 银行潜在 请问 你说这钱都去哪里了 这么困难的问题 真是我回答不出来啊 真的 找这个chat GPT来问一问啊 看看他怎么回答 这个聊天机器人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啊 我觉得货币也应该基本上守恒啊 从我手上花了就应该流露到你手上 你花了就到了第三个人手上 总有人身上有这个钱啊 现在是所有的人企业政府都欠债 那这些钱都去哪里了呢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大学经济系毕业 估计你还真回答不上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党委书记 能不能回答一下 笑死人啊 今天我主要是聊一聊这个chat GPT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智能良天机器人 很多人问了各种刁钻的问题 我也忍不住好奇心 我也问了问 我主要是问问看看 有一些特别刁钻的问题 比如说共产党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组织啊 让他回答一下 习近平的权力大还是皇帝的权力大 是中共总书记的权力大 还是满清的皇帝权力大 这个让他回答一下 真让他回答了 他真回答了 回答的说实在的 我就是我认为他的回答的 可以拿到人民日报去发表 真是回答的滴水不漏 我只给他只能给他打90分以上 打优啊 真的不错啊 我都打不了那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得我不要脸 他他妈阅读大量的文献 几秒钟卡卡打出来了 这个很奇怪啊 我们又问他说是 那个习近平什么时候 成帝啊 这个问题 这个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啊 他也答的不错 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 可以把这个答案啊 直接交给习近平办公室 省了习近平的秘书 很多打字的时间 真是不错啊 这好东西啊 啊 然后又问他 这个 嗯 到底是 呃 啊 那太多了 咱们就不说了 很多刁钻的问题 到底是张作霖 谁被 谁杀了张作霖呢 杀死张作霖的凶手是谁啊 啊 然后他打出一个 然后问他 他杀他的动机是什么呀 你接着问呢 哎 他给你用 然后你问问 就把他问到坑里去了啊 然后就问他 呃 因为你问了这些问题之后啊 你能看出来 这个机器人是有价值观的 也就是说他不是个书呆子啊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中性的工具 他是一个有一定的道德 底线的 呃 说的再白一点 他是因为自由民主阵营是他的亲爹亲妈 把他造出来的 他天然的就带着自由民主阵营的价值观的痕迹 不呀 我说的话很严谨啊 所以这个ChatGPT 他回答你的问题 给你的答案 是带着自由民主阵营 普世价值的价值观的痕迹的 当然了 他也不会冤枉任何人 所以问一些共产党特别难堪 不太要回答的问题啊 他都回答的应该说 你得佩服他他的专业程度 挺专业的 比中国外交部的专业人员要好得多 啊 当然了 我这个说他好呢 好坏 我也是站在自由民主阵营的这个啊 这个你比如说不能撒谎啊 你不能明显的撒谎 你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你就说 比如说我问你习近平什么时候称帝 啊 他老老实实告诉你 他说我不知道 因为按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那个 按照中国共产党这个那个的啊 习近平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习近平要称帝 明白这个意思吧 你这个他这么说 你你也不能怪他 他老他挺诚实的 那他这个就是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比中共中央办公厅发言人 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言人 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办发言人 那水平要高得多 谦卑得多 诚实得多 就是咱们咱们老夫子教的 我知道就知道 知道我告诉你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 我掌握的信息有限 我的信息只截止到什么什么为止 那么有一些情况我不知道 所以对不起 我我不能够正面回答你 您是不是在提供我一些其他的小细节的情报 我再继续帮您去回答 这个很老实 所以挺有趣的啊 没事大家玩一玩 尤其这个玩意儿只能是在 进外玩 他这个open AI这个公司啊 就是微软这个公司啊 他公布的时候啊 应该是跟中国政府谈判谈崩了 应该是中国政府不能够接受他的价值观 所以说这个软件呢 根本就不对中国大陆的居民开放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你跟这个软件说我是住在中国大陆 他说对不起 我们不接待你 我们没办法啊 你只能谎称你是住在中国大陆啊 那个墙之外的 你可以开个账户啊 翻墙出来 你玩呗啊 那里边那个可玩的名堂太多了 今天呢 在讲具体问题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提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就是我有的时候在这个聊天室里跟人家聊天啊 或者我在那听啊 我一边干活一边听 经常碰到一些无厘头的问题 非常愚蠢的问题 小学生的问题 甚至你都怀疑他是捣乱的问题 这个在这个ChatGDP的年代 那你就淘汰了 因为为什么呢 一个智能机器人给你提供的答案的质量 取决于你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问题水平越高 他给你的答复水平越高 你如果像一个大学生问问题 问的问题带有大学生的思辨的这个深度 那他这儿把警给你提出一篇 大学生毕业论文的那个水平 如果你是个博士生啊 那个水平用词之严谨之考究 思维之缜密 问题之刁钻 那他只好给你按照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来一篇博士来一篇这个论文 这个水平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问的都是习近平这样的二杆子水平的话 或者是他这种啊 咱不点名了 聊天室 我碰到一些那种傻叉急的瞎问问题的人 他真的就是糊涂你 他给你弄一个小学生那种水平的那种回答 当然了 做的很礼貌 所以这个我感兴趣的就是我想考一考他的这个道德价值尺度在哪里 比如说咱们现在在网络上啊 现在网络爆炸 对吧 任何一个概念 任何一个人名 任何一个名词 一个知识片段 他都有大量的假的假信心 假新闻 造谣诽谤 诬蔑抹黑 那种郭文革一生吼 画出来的各种妖魔鬼怪 那些鸡巴巴的不靠谱的言论 赵岩赵大将军那种吃屎的言论 一耗子那种拉屎流刚吃屎的那种言论 这个机器人怎么对付这些东西 我就拿我自己做了个实验 我就问啊 我说李洪宽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问题上来就问 李洪宽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机器人很老说 查了两条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 那就是李洪宽名气太小 不知道这个人 那你怎么越过去呢 又要让他替你去干活 对吧 又要越过这个问题 这里边就说 涉及了你怎么问问题了 这个技巧也是学人工智能的第一关 你要学会问问题 问问题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里面 叫prompt 叫prompt 你练这个本事呢 这个叫promptengineering 叫提问工程 prompt就是pr-o-m-p-t 就是那个键盘上那个鼠标 一闪一闪 那个东西叫prompt 等着你往里面输东西 就是机器人 他就 处于工作状态 他等着你提问 你输入你的问题 这里边 提出高水平的问题来 你才能从机器人的数据库里面调出 你真正需要的高质量的回复 答案 明白吧 因为他这个东西 我其实我现在就想写 我要现在想写书的话 我估计一个月我就写一本五百页的巨著 你信吧 我直接copy 我脑袋 问题都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哗哗哗哗打进去 copy出来稍微一编辑 就是一本书 明白吧 现在就说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 所以过去的大量的文秘工作 大量的文秘工作 大量的智库的基本工作 大量的给人家当智囊 或者是给人家出主意 靠写文章赚钱谋生的职业 面临着机器人的巨大的冲击 这个挑战是空前的 我都预感像五毛这些行业 99%可能要淘汰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应对了 中国政府知道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来势凶猛 席卷全世界 那么中国政府暂时把它挡在墙外 就是中国人不能够用这个 这个智能机器人的聊天 不能用用它的劳动成果 那么中国呢 马上让什么微信呢 让什么这个百度微博 赶快搞我们三菜板 搞出我们自己的聊天机器人来 灌输我们自己的红色价值观 就是臭大粪啊 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上学 他妈的学不到正经知识 学共产党的红色的那个 带着红色毒素的那个臭大粪 就是让你中国墙内的人 只能吃共产党的臭大粪 三个月啊 三个月之后就出来 我看到有关报道说 所以中国政府是要灌输自己的错误的价值观进去 然后夹带共产党的私货 然后中国人想玩机器人 只能用中国的用国产的 所以从此啊 这个聊天机器人呢 它是一个工具 理论上是一个工具 但是实际上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具 我勉勉强强把它叫做工具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用它 相当于给你配一个小秘书 任劳任怨也不抱怨 你甭管多难的问题 他都给你答案 都给你回答 完全看你怎么问他 李洪宽是个什么人啊 他不知道 那个搞民运的那个李洪宽 然后来了 他给我弄出很多了呀 我听完了之后 我看完了之后 我也挺高兴的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这个人 在聊天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能找到的资讯当中 他们自动排除了郭文贵 郭腰粉给我造的那些谣 自动排除了那些各种五毛 这些自干五 这些粉红粉蛆 给我造的谣 自动排斥了什么赵岩赵大家的这些瞎忽悠 那些造的谣自动排斥了 日本那个疯子小丸子 给我造的谣 什么两只羊 自动排斥了什么他妈的这个美猴王 这种这种傻女人 这种疯女人 这种傻逼给我传的谣 造的谣 自动排斥了小平头这种吃屎的这种傻逼啊 自动排斥了这种超高智商的 刘刚大师啊 吃一号子的死 给我撒谎造谣 说我他妈的啊 这个下令张晓宁 杀死了李金进这些东西 全部被机器人排斥在外 哎 我挺高兴的 我说这个 我因为我 我好奇啊 我说他妈的一搜李洪宽 各种乱七八糟的信息都有啊 啊 然后我一搜这个李洪宽 百万富翁李洪宽 啊 看他怎么说 我可我看是笑死 啊 啊 我很高兴啊 我假设去征婚的话 我就把这个啊 百万富豪李洪宽 这个搜寻资料 把他copy上了 附在上面 啊 或者说成功商人 成功投资商李洪宽 卡那很漂亮 哇操 任何女的看了 这我心花怒放 哈哈哈哈 哇操笑死人 然后呢 实际上他 你毕竟哈 你说他的智商有多高呢 从他处理文字的能力来看的话 他是个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至少是大学毕业生中文系 或者英语系毕业的 文笔没有语法错误 用词考究 你让他给你啊 用这个啊 用这个苏式的风格 啊 这个携手啊 啊 西江月或者水调歌头词啊 来描述一下 这个民主人士李洪宽 为中国民主奋斗40年的心情 他他他他他给你写出来啊 真的是苏式的风格啊 啊 你是佩服他 不得了 所以说我说 他的这个文字能力啊 得至少对大学中文系 正规大学名牌大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 这个水平 可以的 比我水平高 我因为我中文水平达不到中文系本 本科毕业 你让我写一首苏式风格的 啊 水雕歌头 我还真写不出来 我就没受过这个训练 他会 他这都会这个这些东西啊 所以这个 呃 你不得不佩服他 这个要想弄啊 短期内整个文件出来去忽悠人啊 骗投资人呢 骗他妈的姑娘啊 啊 或者是呃啊 随便 写本书写本自传 轻轻松松 今天就是这样啊 已经 这个工具 就在你的眼前 可是我们过去讲到工具的时候呢 工具是没有感情的 工具也不懂得道德不道德 你把刀青龙燕月刀 你拿在官公的手里啊 砍的是他妈的曹操阵营的人 对吧 砍的是东吴的人 你拿在曹操的大将手里 他砍的是他妈的蜀国的人 对不对 他本身没有什么价值观 所以传统的工具 他纯粹是工具 没有价值观的取向 但是这个机器人有 你记住啊 这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有价值观的取向 这也是从他的一出生 一上线 中国共产党就坚决不接受他的价值观 非得自己整一个三寨的 模仿的 灌输上共产主义的价值观 灌上狼奶 灌上他娘弟 村民法子猴子的价值观 然后才能够让中国人玩 所以说我不得不怀疑啊 如果以后我们人类的智力活动 脑力活动 越来越多的依赖机器人的话 那以后中国人跟外国人 这个距离可就拉开了 大家明白吗 因为外国人呢 他按照自由民主 普世价值的价值观 去写文章啊 展示自己啊 介绍自己啊 对吧 那么在墙内 你都得灌上习近平的臭大粪 你都得吃共产党的死 你都得要打土豪分田地 你把打土豪分田地 那些强盗的东西 必须得正面表述 那你们都变成强盗了 你这怎么整啊 这个 所以这个工具的普及 会加速中国人回归丛林 加速自由民主阵营的人 朝着更文明的方向 在前进 我这个推测合理不合理 同志们 秦月说 用ChatGDP来解剖共产党 拨开画皮 所以共产党不接受它呀 所以这个东西一出现 共产党就把它拒之门外 不允许这个软件进入中国 不允许墙内的中国人用这个软件 所以这个公司也就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因为共产党一定是提了他的要求 共产党说 一搜说习近平是个什么人 我靠你那么写出来 他是外国的那个 把习近平写成一个2B 那习近平肯定不能接受吧 对吧 所以这个你怎么整啊 所以共产党就把它排斥了 共产党是排斥人类的主流文明的 包括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 有很多人问了 有很多很具体问题 咱就不重复了 比如说问你六四到底有没有杀人呢 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杀人呢 就这个很敏感的问题啊 他都有回答 那回答你 你真的像我们在海外都习惯了 就是我们一看他 你还得佩服他 回答他还是不错的 没有毛病 但没有在自由民主的阵营里的 思维习惯看没有毛病 那在共产党习近平 你妈的道立坚华春莹 你毛宁 在你妈的 在你妈的这个 胡锡进 在你妈的人民日报的 看来他就是有问题啊 这是价值观的 激烈的激烈的激烈的对冲 也表现在机器人上 所以说共产党只能是花大力气投资 投资百度 投资他妈的百度 投资微信 投资微博 让他们搞自己的山寨机器人 然后就说就是带着红色价值观 带着共产党打土豪分堂地 那样的价值观 带着他妈的 咱具体就不讲了 他肯定可以整出一个恶心思 你的那么一个 一个反人类文明的聊天机器人 那你用也好 你在国内你想用这个 只能用共产党的 所以这个技术 这个工具 在这儿被迫 各组各的道理 已经分道扬镳了 在这个地方 分道扬镳 共产党弄一个东西 给中国人 灌输给中国人 那么境外的人 就是这样 实际上这个东西 这个机器人是个什么东西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比如讲 这个谷歌和百度 他俩一对 对决的时候 他是相当于一个 比如说我是一个文书工作者 我想查资料 求知也好 做作业也好 写论文也好 那我得借书 我得查别人的资料 对吧 那么在过去的话 你胡适先生到北京大学图书馆 找到毛泽东 毛泽东投掷 我要写一篇 论中国的教育的论文 我需要一百本参考书 你给我找 毛泽东说 好 你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给你找到这一本书 你想这个类似 三天可能也不一定能 找权 有些资料 北京大学没有 可能还得去订购 去买 会到清华大学系系 很复杂 那么到了谷歌的时代 那谷歌说 好 一百片子文 啪 一秒钟就给你搜出来了 卡卡卡卡卡卡 各种文章都在这 哪本书 讲的什么内容 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告诉你 一个名单在这 你自己决定 这是个谷歌 这是第一代搜索引擎 他把原始资料 这个叫sauce 他把原始资料给你找出来 相当于推这个手推 把一百本书 卡拉推到你胡适面前 胡适先生 您所需要的一百本书 就在你的面前 你自己用吧 胡适还能一本本的抄 你得摘录 对吧 copy下来 哪本书 打上一页 讲什么内容 需要 对我有用的 这个是第一代 搜索引擎 这叫那么百度 删在了谷歌 他现在是墙内墙外 各有各的 墙内的肯定是按照 共产党的尺度吧 那有些东西呢 就搜不出来了 你因为是对共产党不利吧 或者对共产党 让公 那个言论尺度 共产党不能容忍 这是第一代 搜索引擎的智能 他给你提供的 搜到的是原始的资料 你自己要动脑子 你自己要摘编 要消化 要重新 做读书笔记 写论文的时候 对吧 这个是 这是第一代 现在这个 这个chatGTP啊 他不是这么个玩了 他就是 你问的一个问题 说李洪宽是个什么人 他说李洪宽 这个人民太多了 我们不知道 你问的是哪一个李洪宽 你告诉他 就是那个 成功的投资人李洪宽先生 那个百万富翁李洪宽先生 他一秒钟告诉你 哦 这个人是怎么怎么着 这个是 咔咔咔咔咔咔 来一篇给你5000字的论文 把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完美 我李洪宽本人看完了我的乐的 哈哈大笑啊 我可以打印出来 交给我的投资人啊 我下一个 又有一个投资下边 投资你看 这就是我啊 你看 我小秘书做的 真的很好 很快 免费 我比我自己记得还全 你要让我自己写的话 我可能得写一个星期 有些资料我都不记得了 他都得给我找出来 都都对我有利 你说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所以他是给你练这个写文章的活都给你带了 帮你查资料 帮你筛选资料 那些不靠谱的资料 好像他有人工智能 他知道郭文贵 郭蚂蚁造的那些谣啊 说我他妈的给王岐山一伙的 扯你妈的鸡巴蛋 我给王岐山不是一伙的 我他妈给习近平也不是一伙的 这他妈扯鸡巴蛋啊 赵言赵大将军污蔑我 说他妈的让他吃饺子不给他醋 这你妈的也不靠谱 人家请你吃饺子 居然请得起你吃饺子 妈的一瓶醋多少钱呢 能不跟你说 你赵言赵大将军肯定是造谣 你为什么 请你吃饺子的当天你不抱怨 为什么等了五个月之后 等他把领患砸锅了 你赵言赵大将军 为了给官贵舔菊 你又弄出这事了 这不靠谱啊 这是咱们人工 咱们人的大脑是这么判断啊 人正常人的大脑是这么判断 赵言这个吃屎的 这个给官贵舔菊的这个 赵大将军不靠谱啊 他这个人工智能 他娘的一秒钟 他就算出来了 这个我不知道具体他怎么整的 那那小丸子 日本那个老寡妇小丸子 他妈的啊 说我他妈的五百块钱两头羊 去你妈的个屁 扯鸡巴蛋 没有那么傻的人信这玩意儿 就是这个 这个智能机器人聊天 机器人他超越了这些东西了 你谷歌做不到 谷歌有可能把什么垃圾八糟的东西 正面的浮面的 妈的啊 美国人家怎么表扬我了 主流媒体怎么报道我了 共产党的五毛怎么给我造谣的 一号子怎么篡改危机百科的 全你妈的出来了 你自己还得 三选一下吧 这个他妈的 他自动给你三选了 他能够把不靠谱的东西给你三选掉 这个 咱做不到 咱就正常人的大脑都做不到 这个人工智能给你解决 所以他们就很牛啊 很牛啊 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没事是玩一玩 尤其这些特别刁钻的问题 这个就考验你问问题的水平 这个我之所以有感慨呢 我也是前两天在这个聊天室里 我在受到这本书的启发 巨人的工具 这本书啊 这本书在这个前言里边讲到 这是专门研究这些 全世界挑了四五十个成功人士啊 各行各业的巨人 刚刚的巨人呢 就说 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这些他妈的成功的巨人 他是他办事风格不一样啊 朋友怎么不一样 咱们怎么跟人家学 那么其中有一点呢 就说 有一句名言 这个地方叫他说 判断一个人 怎么判断一个人 识人断物啊 你跟一个人 你对吧 你跟这个人决定 要不要跟他合作 要不要跟他做生意 要不要雇他啊 你这个有一个识人断物的过程 这个领导人就是识人断物 这个是最基本的本领 这一关必须要过 所以他这个人想的 有一个叫Pier Mark Gaston的人 Pier Mark Gaston这个人 他就说呢 他说你判断一个人 不要看他怎么回答问题 你要你要看他怎么问问题 这个格言 我从来没听 没见过 这是我第一次 我就最近才注意到 他说 judge a man by his questions rather than his answers 所以说你在聊天室 如果碰到很多人大嘴 在那 咔咔咔咔 站着麦克风 他妈的口 这个这个讲的口感舌燥啊 那个没法判断他 那可能就是在那念稿子 你要想判断他的话呢 你看他怎么问别人 怎么提问题 这个人呢 叫Pier Mark Gaston 我都不知道是谁 我一查 我一查 叫Pier Mark Gaston 吓我一跳 不知道这个人太不应该了啊 大家就看看这个人是谁啊 吓我这他妈的 这个是法国大革命时期 他赶上了法国大革命 在这儿 这个人 这是个贵族啊 法国的贵族啊 这个咱们中国人估计 绝大多人不知道 还没有人为他建这个维基百科 没有中文的维基百科啊 这是个法国的一个贵族 叫Pier Mark Gaston Delavis Duke 大公 他呢赶上 你注意他1764年出生 那么1789年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他的岁数 正好是成年了 他的岁数和我在1989年的岁数相当 你知道这个 所以我看了这儿 我操 法国大革命时 他那个岁数和我在1989年 六四天安门的时候 岁数相当 哎呦我操 一下垃圾了 他和我的距离啊 他尤其是贵族嘛 所以如果落到革命者的手中 是要砍头的 他跑了 他跑到外国去了 他的两个妹妹被砍了头 上了断头台 他的妈妈上了断头台 正是因为他逃脱了 后来他在法国的启蒙运动当中啊 还做了重大的贡献 你看他发表了这么多书啊 第一本书1808年出版的 康熙游记 我是 请这个法语好的同学给读一读 解释解释 这什么书啊 不知道 康熙游记 卧槽 中国来信 康熙游记 这是他的第一本成名作 写了很多书 你看这个高产作家 他有一些名言呢 在法语当中 在法语当中流传甚广 都是智力名言 你像这个他说这个贵族呢 就是要 贵族要有担当 叫 Nobility oblige 这叫贵族要有担当 那么特权人士呢 要负责任 看了吗 privilege privilege intails responsibility 就是你如果是享受了某种特权 你一定不要忘了你的责任 如果你是贵族待遇 比如习近平称帝之后 很多人成为贵族 如果你是贵族的话呢 你是有责任心的 你是有 你要有担当 你要在道德上 在慈善上 在那个人以理智信上 在很多方面 你一定要担当的起来 你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市井小民 说话粗鲁 你要说话文雅 就是说 这是他的名言 他说 翻成英文 法语 我不知道怎么讲 英语就说 Nobility obliges privilege intails responsibility 这个都是非常对的 这就是正牌人所应该做的 然后他当然最有名的这句话呢 judge a man by his questions rather than his answers 就是说 你判定一个人的话 不要看他怎么回答问题 要看他怎么问问题 这句话呢 被法国人呢 张冠李戴 扣在了这个 扣在了这个富尔泰的头上 实际上这个是他说的 那富尔泰在他说的原话的基础上 大概引用过 富尔泰也许名气比他大 反正 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人 咱们中国人应该没有人知道 你问问习主席 读万卷书 他估计也不知道这个 Pierre Mark Gaston 这个人有一句名言 就说你判定一个人 要看他怎么问问题 这句名言 在聊天机器人的时代 太重要了 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 所以中国人都不知道他 法国贵族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贵族 后来当了政客吧 可能是 写了很多书 现在这个书呢 你注意哈 他的书 他的书最近还有人在 你要到亚马逊搜他的话 他的书还在翻印呢 非常遗憾的是 没有翻译成这个 没有翻译成这个 英语 就是你必须得会法语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读 我的法语不太行 我读不了他的书 你看看 我看他的这个 一两百年前的老书 还有人在翻印 翻印了之后再卖 看到吧 希望东法语的同学给 这都是他的书 这都是他的书 没有人翻成英语 这很奇怪啊 你看这都是17多少年出版的 相当于清朝 使动说 问 我说的是现在美国的李文宽 他参加过八九民运 请介绍一下这位李文宽 你这个问 你这个问不好 你得换一个刁断的问法 我的老观众一定要 一定要学会问尖锐问题 答 现在美国的李文宽 自称参加过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 但这一说法 遭到了一些人的怀疑和质疑 谁敢质疑 他在1992年移居美国 错 那个不对 后成为法轮功的领导人之一 你就搞乱了 我没练法轮功 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该组织 然而 由于法轮功被中国政府禁止 并被指控 其在宣传中 宣扬迷信和反动思想 李文宽及其组织 在中国遭到了政府的打压 这个他搞乱了 这就是一个机器人 这个智能机器人智商欠费 智商不够 他把李文宽和李文治搞混了 我问他的时候 他最后我逼着的问 一步步问 他说李文宽多次坐牢 我说 我知道我没坐过牢 我在中国大陆没坐过牢 我也从来没有在任何文章当中 说我坐过牢 也没有任何一篇严肃的媒体 报道李文宽 说李文宽坐过牢 那这个小机器人 这不是他妈的瞎鸡巴编吗 就逼着他问 说在哪 什么情况下坐牢 什么什么年 什么什么时间坐牢 最后他给我 搞成了709律师之一 说李文宽是一个律师 所以这个小子 这个机器人 也很滑头 有的时候 问的问题 如果太简单粗暴 他不正面回头 他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李文宽 李文宽太多了 耍滑头 是有智障 他需要你 他需要你不断的 给他提供更多的条件 所以说问问题 你问问题的水平 决定了他能够给你提供什么答案的水平 明白吧 所以说提问题 反映了一个人的水平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的 我好几年了吧 我不断的在这叫嚣 我的观众 现场的有没有尖锐问题 一定要提尖锐问题 狠着点 这才能够 你们才能从我这 你把我想起来是个机器人 你提尖锐问题 从我这才能得到最高水平的答案 你的问题的水平一定要高 对 把李洪宽和李洪志搞混了 我自己问的是 他把李洪宽和一个709的一个律师搞混了 他愣说 709律师当中有一个人 有李洪宽 我说我没听说呀 也确实没有吧 所以他是智商是有缺陷的 你们对于这个CHAT 这个GPT 是不是概念稍微多一点了 有没有尖锐问题 回答一点尖锐问题 现在这个气球事件啊 就是我上一次上上一次预言的 现在这个间谍气球事件失控了 这个所有的国家都在大肆炒作这个东西 本来我认为这个事不是很严重 现在呢 很严重 不知道会以什么方式收场 那中共我相信最后中共占不到什么便宜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不是说吗 说这个过去一年 美国有十次 十数次 十次以上 美国的气球在中国上空飞 被中国给赶跑 或者打下来 中国现在吹了牛逼了 美国现在又不断的又发现新的气球 哇靠 在玩吧最后 我最近抽空啊 把这个电视连续剧朱元璋给看了一遍 因为我很长时间以来 我就好奇朱元璋何德何能最后能够胜出啊 对吧 我带着 因为朱元璋没有文化 也没有钱 也没有关系 凭什么他成功啊 对吧 你很多事人家论闹革命的资历的话 造反的在他前面人很多呀 对吧 人家韩丽尔他爹 第一个举一旗 最后韩丽尔当了 称了帝 朱元璋还是在韩丽尔领导之下 最后他得了势之后 把人家韩丽尔弄死 他自己当了皇帝 称了帝 他凭什么能坐着 而且把大明江山整个将近三百年的这个啊 这个近三百年的这个这个王朝相当了不得呀 他这个人有什么何德何能啊 这个电视剧看完之后呢 实际上看不出来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就说呃这个朱元璋为什么能成 朱元璋跟李自成相比 因为李自成是后来到了明朝末年 就是效法朱元璋啊 啊 为什么朱李自成没有成功 为什么这个朱元璋成功了 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 啊 这个机器人回答我也不满意啊 到现在为止回答我不满意 我这我还是问的问题不对 我会再去继续问 这个电视联系剧啊 拍的很 很好看 但是看完了之后是一株大毒草 他讲的东西都是封建的糟粕 人类文明的大粪吧 应该淘汰的东西 那你比如说这个城治腐败 明朝的皇帝发明了大量的酷刑 还有我这 这个就可以普及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民国早期的时候 呃 那么 袁世凯当了皇帝 啊 不是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 那么宋教人他们呢 就是成立了国民党 新成立了国民党 组建了国民党 要想跟袁世凯夺取最高权力 就是把最高权力呢 从总统制变成内阁制 那后来 宋教人先生被刺杀了 这个事就革制了 然后国民党跟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呢 就掀了桌子 搞了武装斗争 国家被拖露了战争 啊 走向共和 从此脱轨 啊 所以中国走上了 啊 外国势力 啊 支持各种革命势力 造反势力 搞乱中华民国 所以说这个 推翻满清 虽然和平收场 但是并没有实现共和 中华民国在长时间里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也不是个共和 它是一个军阀混战 加上独裁专制啊 加上一个列宁式政党控制社会 导致中国国家 鸡贫鸡弱 一直被外国势力 啊 这个干涉 人民生活一直没有上去 教育没有发展起来 国防也没有发展起来 又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 又被共产主义这个邪灵 啊 取得了胜利 那就是直接导致了我们眼前的这个苏联体制 啊 陷入苏联体制不能自拔 啊 这么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年 那么当年 毛泽东跟 蒋介石比 啊 他为什么 或者说换一个角度 就是 呃 因为我想试试这个聊天机器人的这个价值观嘛 我说你认为 这个毛泽东跟蒋介石比 那 他们两个人各有什么优缺点啊 我是想慢慢的往那套让他替蒋介石说好话 然后等他说好话的时候呢 我立即抛出一个重磅炸弹 我看看他怎么应对啊 我最近读这个蒋介石的这个 传记啊 啊 一下把我恶心着了 什么事恶心着了呢 就是我读有一本书啊 这本书 读这本书的时候 这本书是挑了大概二十几个 人类历史上 啊 就是 就像老毛跟老蒋对决一样 啊 这种 政治人物 大事的对决 啊 就是直接拼的是性格 能力 运气 属相 大家知道老毛是属蛇的 大家知道蒋介石是属什么的吗 蒋介石是属猪的 猪 败给了蛇 好理解吗 这头蠢猪 败给了这条毒蛇 啊 这就是过去老蒋跟老毛对决的这个 这个过程啊 用属相就是这么 对 那么 老蒋 是不是一个正面人物 啊 在中国大陆 在共产党的红色价值根 老蒋是一个 老蒋的肯定是个 负面人物吗 那么在海外 在境外 经过 啊 经过一些人的努力 经过国民党的宣传 经过新浩年 给他的平反昭雪 海外的人 一般说起老蒋来 啊 给老蒋 有很多 褒奖之词 但是这个书里 可不是啊 这个书里写 很客观 这个书里写到老蒋的时候 第258页 第258页 老蒋 和老毛 对决 那么 这个地方写老蒋呢 那说老蒋太差了 哇靠 他讲了一些东西 我过去都不知道啊 比如说 比如说老蒋炸开黄河 老蒋炸开黄河 他说呀 1947年 他说1947年 老蒋 跟老毛 就是国共对决的时候 1947年炸开了黄河 我看这 我咯噔一下 我说不可能啊 国军 炸开黄河这个事 是知道 那是1938年啊 9年之前啊 啊 呃 9年之前啊 怎么可能 47年 难道1947年 又炸开黄河吗 仔细一看资料 不对啊 啊 1947年是那个黄河 啊 修复 1947年就开始打起来了 对吧 1937年的时候 啊 不不 1938年的时候 1937年老蒋啊 卢孤乔事变对日宣战 打起来 但是没有宣战 打 啊 后来有人说是共产党刘少奇 他们挑拨的 朝日本人打一枪 朝着国民党军队打一枪 让日本人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 在晚平城 在北京的郊区打起来了 在卢河桥那个地方打起来了 然后挑起这个中日战争 后来到了8月份 1937年8月份 上海 上海 打仗 对吧 那么 上海 中日打仗 是老蒋的 那个嫡系都派到前线去真打了啊 啊 基本上全部被日本消灭 那么惹了日本人之后呢 日本人上了 日本上了案 直接追着国军 朝南京方向打 那个首都市南京 打到年底 12月13号 攻克南京 南京沦陷 啊 那么南京沦陷 老蒋对南京保卫战 那是派唐僧志来管 来来抵抗 唐僧志也是个草包 也没有指挥能力 也不会打仗 那么南京呢 就是打了个不能不累 既没有采取巴黎模式 当年巴黎面临德国军队进攻的时候 巴黎一看守不住啊 守不住我投降啊 我不能把巴黎这个首都给毁掉 我投降 我让出去啊 你德军院进来 你进来 欢迎你进来 房子腾出来 你住 这是一个模式 南京没有采取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苏联的列宁格勒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其实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基辅保卫战 列宁格勒保卫战 这个莫斯科保护战 全部都是抵抗到底 那苏联的这个抵抗的意志 和他的军事指挥官的指挥的艺术 都是杠杠的 都值得后来的军事学者 反复的去学习 揣摩从人家的找灵感 南京也没有采取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就是打巷战啊 没有 最后就不累不累 现在就是中国人抽不要脸 搞了一个南京大屠杀 假概念 伪概念 弄了一个假的忽悠中国人自己 骗中国人自己 这么一个假的历史 伪造历史 这个不说 我就说1938年 那么1938年老蒋 为什么要炸黄河 郑州边上花园口 黄河炸开 炸开100米宽的一个口子 他是想把日军挡在 那个洪水掘口的那个地方 挡在郑州以东 为什么挡在郑州以东呢 因为注意这个日子啊 1938年6月4号 六四这一天 大家记住啊 六四这一天 蒋介石下令国军 炸 花园口 让黄河掘口 炸了三天才炸开 炼挖带炸 三天才把这个口子掘开 所以很难啊 那个地方的大坝 很结实 估计是清朝修得很好 1938年6月4号开始炸 6月9号终于炸开了 整个下游啊 河南山东 安徽江苏 人民 财产 生命损失 不计其数 那么老蒋呢 把这个死盆子啊 扣在了日本人头上 所以在老蒋炸黄河 让黄河掘口这个事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中国的官方 中华民国的国防部也好 宣传部也好 媒体也好 包括中国共产党 新华日报 在重庆的报纸也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他们都是把黄河掘第一 这个事 赖在日本人的头上 你能想象吗 所以这日本人 当然非常瞧不起 中国人吗 假如说你是日本人 你能瞧得起中国人吗 你这太无耻了 你炸开黄河 你淹的是中国人自己 你也不提前通知中国人 让中国人撤退 日军怎么办 日军只好救灾啊 日军只好救灾啊 这个我口说无凭啊 你们自己搜一搜啊 很容易 很容易看到啊 很容易看到啊 他炸这个黄河呢 他炸这个黄河呢 主要是因为啊 1938年的早春 冬天 1938年的早春 不是打了一个台儿庄大捷吗 李宗人指挥 搞了个台儿庄大捷 李宗人指挥 算是打赢了 惨胜吧 就是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然后实际上 他的军事后果是灾难性的 因为 因为徐州也丢了 虽然赢得了这个 赢得了这个台儿庄战役 但是徐州大城市也丢了 丢了之后呢 日军的情报就摸到 说指挥 台儿庄战役的指挥部在哪里 一看在郑州 老蒋躲在郑州指挥 那么日军就调出一支精锐的部队 直扑郑州 活着蒋介石 擒贼擒手吧 老蒋吓坏了 下尿了 一看 这怎么行啊 他刚在郑州 枪毙了韩阜局 他说人家韩阜局 山东不抵抗 黄河都丢了 这个济南都丢了 黄河守不住 韩服局说 南京都守不住 济南当然守不住了 因为南京沦陷之后 日军从北方从华北从天津 从北京抽调部队南下 要控制金浦铁路 那么南下要经过 苍州经过德州进入山东 经过济南 韩服局得到命令要把日军 挡在山东以外 韩服局没这个本事他挡不住 所以他就不断的往前往后退 老蒋就想拿他做一个 杀鸡进猴 说韩服局 你到郑州来开个会 韩服局老老实实就去了 老蒋当面问他 你怎么不抵抗 韩服局说我抵抗了 实在扛不住 南京都守不住 我济南怎么能守住 老蒋说你撒谎调皮 枪毙当场枪毙 韩服局就这么死了 死了他是不服的 临死 不服 那这个时候 塔尔庄战役 结束之后 日军就朝着郑州进发 老蒋为了把这支日本军队给挡住 就把花园口给炸开了 从这件事来说 老蒋就是个畜生 这是日本人拍的救灾 把河南 安徽 江苏 山东 黄泛区 他们日军能碰到的 都救下来 是日本军队在抗震救灾呀 这些当时的日本媒体 都有相对真实 相对 相对真实的 报道 你看当时的申报 报道说 陈诚召开记者会 披露日军 决堤暴行 这什么无耻吧 陈诚这个老兄 这都是宣传了 这就是目的是什么 骗中国人啊 老蒋 炸开了黄河 淹死自己的老百姓 然后骗老百姓 说是日军飞机 炸开了花园口 现在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共军的宣传就掉过来了 就是共军的宣传啊 就共军一开始 共军的报纸 也是说日军炸开了花园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共军180度的大转弯 给日本人恢复了名誉 说不是日本人炸的 起码不是日本人炸的 是蒋介石这个反动派炸的 我在聊天室碰到一些台湾人问 我说你们在台湾的教科书里 学不学这个东西 他说炸花 炸黄河这个事都不提了 我们只提台尔庄大捷 炸花园口 炸黄河就不提了 看这当时日本 日本的媒体报道 那么这个事 老蒋炸黄河 害自己的人民 这个事应该说 他的良心上有挣扎呀 问 你去问一问机器人 说蒋介石的日记 是怎么记述这个事的呢 你们猜一猜 蒋介石的日记 怎么记述这个事 机器人怎么回答 你看日本人在水里 在泛滥的洪水当中救人 国军都跑哪去了 国军都躲起来了 牛 看了吧 这是牛羊正在打捞 畜生尸体作业的日军 好多牛羊 马 驴 骡子 都给淹死了 来不及逃 来不及逃跑 蒋介石在抗日期间 始终说 花园口决堤 是日本人飞机轰炸所致 在其 在其有僧之年 直字不提 放水淹 自己治下的百姓 确实说不过去 蒋总统秘露 是蒋介石升迁 接受采访编辑 死后得以出版 所以老蒋败给共产党 可能也和他 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有关系 所以这不有一个 著名的段子 说丢了一个钉子 坏了一只体铁 因为坏了一只体铁 蛇了一匹战马 因为蛇了一匹战马 伤了一位骑士 因为伤了一面骑士 输了一场战斗 因为输了一场战斗 亡了一个帝国 这个事用在 用在蒋介石身上 挺有意思 那么这个口子 一直留了九年 到1947年 终于大坝合拢 就恢复黄河原来的旧道 就是现在的旧道 这个黄河还是从山东 从我的家门口流过 从山东落海 它炸开花园口之后 黄河就走淮河的道了 就从江苏 从江苏和安徽 这是过去的 所以大家 大家怎么看蒋介石这个人 就是这件事 老蒋做的是肯定是缺德 而且他自己知道缺德 他内心也不挣扎 他也没有记载 他的日记里面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这个段子 台湾人民 不知道 教科书上不教 教科书只告诉你 打赢了台尔庄大捷 他就不告诉你 徐州丢了 日本人占领了 他也不告诉你 日本人追杀蒋介石 要到郑州 去把郑州攻下来 活捉蒋介石 他不提了 蒋介石逃兵 下尿裤子了 炸开了黄河口 想淹死日军 结果日军没淹死几个 淹死了大量的老百姓 你说这蒋介石 这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还把这个屎盆子 扣在日本军队军人的头上 所以中日战争既不符合中国人的利益 它也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 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 斯大林的两个儿子 亲儿子是共产党 干儿子是国民党 蒋介石 这俩儿子在中国大地上祸害中国人民 他们伤害中国人民的时候 是一点不眨眼 内心非常平静 不内疚 杀中国人 淹死中国人 不内疚 他在中国这个大地上 拖住日本的军队 为苏联 争取战略时间和战略的空间 他就干这个活 而且欺骗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得不到真相 中国人民既不能够从国民党那儿得到真相 也不能从共产党那儿得到真相 中国人民就是被他妈的忽悠的 你说怎么整啊 行 有没有尖锐问题啊 有尖锐问题 我回答两个 没有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我上一个视频啊 本来是讲着讲着 我讲的话的口干舌燥 讲了一个小时 一看 直录了十分钟 讲的很多内容 我就来不及 后来我也没有激情了 就没补上 以后再找机会 谢谢大家 再见